Yoshi,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影片開始前先說明一下 能被大家叫出名字的球員都會有很多的名場面 其實蠻難一一列出介紹的 十幾年的棒球生涯不是十幾二十分鐘就能講完的 所以影片中是我個人認為的精華 目的是讓大家能夠快速的認識日子和球員 所以如果有覺得講的不夠詳細的地方,進行見諒 背話結束,影片開始 從加入職棒開始就佔穩巨人隊的先發捕手位置 帶領巨人隊拿下三次的日本一 難過年度MVP,九次的最佳九人,世界金手套獎 對捕手有著異常的執著 綜合球場19個年頭獲獎無數,更受到了許多人的敬仰 巨人隊20世紀以來的超級球星阿布勝之柱在2019年正式引退 今天就來回顧一下阿布的球員生涯吧 阿布勝之柱 日文名阿伯慎之柱 1979年於千葉縣的浦安寺出生 180公分,97公斤 是一名右頭左打的球員 手臂位置是普守和一壘 生涯累計2132隻安打 406隻全壘打 1285分的打點 2×84的打擊率 OPS0.863 阿布的父親阿布東斯先生 是日本社會人球隊奠練東京的成員 高中時和著名的老虎先生掛布雅茲是隊友 兩個人更擔任球隊的三四棒一起闖進甲子園 這兩人對阿布小時候的棒球路影響甚深 阿布從小在爸爸的推薦下開始接觸棒球 因為非常仰慕掛布雅茲的關係把自己練成了左打 也遵循著爸爸的腳步成為捕手 國中以前都在離家不遠的學校打球 高中前往東京讀書 但沒有選擇名門的早稻田實業或是日大三 而進入了岸田學員就讀 上了高中後阿布也開始展現出他的長打能力 三年間在聯賽打出了38隻全壘打 早已成為職棒球團鎖定的對象 但阿布沒有選擇高中畢業就加入職棒 他追隨爸爸的腳步進到中央大學就讀 上了大學後阿布依然維持著他強打捕手的特色 更曾在2000年入選雪梨奧運的代表隊名單 那年的日本隊成員中 雖然有許多後來交出職棒成為知名球星的球員 但當時是由8名職業球員加上社會人和大學生球員組成的 雖然現在名單看起來還是有一定的新度 但最終日本隊只拿到了第4名的成績 不意外地又在國內引來了一連串的檢討聲浪和改革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回國後奧運的挫敗並沒有影響阿布進入職棒的路 在2000年的職棒選秀會上 用當時還存在的逆指名制度 以簽約金1億日圓、年薪1300萬加盟獨賣巨人隊 日職規定的簽約金上限是1億日圓 據傳當時阿布斯底下的簽約金高達10億日圓 受到巨人隊非常高度的期待 這年的選秀會還有赤星獻廣、渡邊俊介、田山和陽、內川聖意還有繁竹和信等人 2001年賽季加入職棒的第一年 就在當時板凳教練原成德的建議下 開幕戰就以先發捕手的身份出賽 首場的出賽就打下4分打點宣告阿布時代的到來 進入職棒的第一年就出賽127場 打擊率2x25、外帶13隻拳雷打 就一個職棒菜鳥來說已經是超乎預期的表現了 而且從這年開始 阿布的拳雷打直到他退休那年都沒有低於過雙位數 阿布的好表現也直接取代了打擊竹劍母湯的接退老將孫田真一 成為巨人隊的主戰捕手 並且在年底入選世界盃國家代表隊名單 在季軍戰對上中華隊的比賽中 日本隊只集出5隻安打 阿布就包辦了其中2隻 最終還是不敵黑人還有風哥的2分砲 日本隊0比3被玩風只拿到第4名 隔年回到職棒賽季後 阿布打開了任督二賣 出賽127場打擊率飛躍性的提升至2x98 18發全雷打還帶有73分的打點 球技後半也在高橋優生殷商脫離戰線時擔任第三棒 打擊的安定感以及球隊對阿布的信任感都逐漸上升 在進入職棒的第二年就拿下最佳9人以及金手套獎 並且跟著球隊殺進總冠軍賽橫掃C5師 拿下生涯第一個日本一 到了2004年賽季 越來越適應職棒環境的阿布更是一開季就火力全開 4月份就集出了16隻的全雷打 並列史上單月最多轟的紀錄 最終整季打擊率3x01 33隻全雷打還有78分的打點 OPS1.016 成為軍人隊史上第一個以捕手身份打出30轟以上的選手 賽季結束後被球團加薪至1億2000萬日元 2005年賽季依舊維持著好手感 三層的打擊率還外帶26隻全雷打 在季末因為肩膀傷勢關係為了減輕阿布負擔開始讓他守一壘 原成德監督順勢提出了讓阿布從此轉為一壘手的提議 但阿布堅決要以捕手的身份出賽而拒絕了 對捕手異常執著的阿布在即將退休那年的春訓 甚至還跟上個的年輕捕手們一起訓練 40歲的年紀還能吃下整份的訓練菜單實在非常讓人敬佩呢 2006年初阿布也入選了第一屆今年賽的代表隊名單 但因為肩膀傷勢而辭退了 季賽中雖然全雷打瑞減到10隻 不過在防守方面創下了生涯新高的4x43主殺率 從這年之後阿布似乎在打擊和防守之間找到了平衡 自2007年到2013年每年的全雷打數都是20隻以上 前後和高橋游升、小利元到大、楊將拉米瑞茲還有後來的版本勇人 組成可怕的巨人打線 並且帶領巨人兩度拿下央齡冠軍的三連霸 2009年曾經入選第二屆經典賽代表隊名單 但當時正中有成島劍師作為主戰捕手 阿布沒有太多的上場機會 回到職棒賽季後巨人隊連兩年打進了總冠軍賽 阿布拒絕在重演前一年總冠軍賽失利的戲碼 在第五戰時面對火腿的終結者武田九敲出再見全雷打 接著在第六戰二局下面對武田勝打下勝利打點 從此阿布獲得武田殺手的成就 巨人隊最終在系列賽以4比2擊敗火腿拿下總冠軍 而阿布被選為總冠軍賽的MVP 隔年阿布更打出了生涯最多的44轟 成為日子史上第三位以捕手身份打出40隻以上全雷打的打者 前兩位分別是野村克野和田園信一 2011年球季前在熱身賽時因為小腿受傷而沒能趕上開季 一直到5月中才歸隊 從這年開始的兩年間日子因為換了統一球的事件導致整個日子的全雷打數銳減 但阿布在少打一個月的情況還是打出了20隻全雷打 並且有著2成92的打擊率和61分打點 看起來絲毫不受影響 守備方面也創下了連續1709個守備機會無失誤的紀錄 2012年球季在洋將拉米瑞之離隊後 阿布正式登機巨人隊不動釋放的位置 而阿布那年的表現可說是全聯盟最強的打者 在聯盟還是使用不彈球的情況下 打出3成40的打擊率 27發全雷打 104分的打點 OPS0.994 成為日子史上第三位捕手打擊王 全雷打只地於養樂多隊Valentine的31隻 更是兩聯盟唯一一個超過100分打點的選手 4成29的上雷率也是全聯盟最高 這邊說一下 統一球事件爆發出來後引發了球員的不滿 也使得不少球員受害 金澤成績下滑 重則失去先發或被大幅減薪 我們的威助賞也是受害者之一 小利元到大 新井貴號還有閻村民縣等知名球員也都深受其害 話題拉回來 而不受影響的阿布也再度帶領巨人隊殺進冠軍賽 在第二戰時因為折順唯一不斷看錯暗號 受不了的阿布走上投手球後出現了這個名場面 阿布在冠軍賽後半音傷確鎮兩場 但軍人隊最終還是以4比2擊敗火腿隊 阿布拿到生涯第三度的日本一 狀況如日中天的阿布當然也入選了2013年的經典賽名單 擔任日本隊正中的第四棒間主戰捕手 在對上台灣的時候被王葛葛封鎖 而且整個第一輪都沒有安打 回到日本後的第二輪阿布就不讓了 在對上荷蘭的比賽中 二局下手先上場就敲出一隻拳雷打 後面何魯格開張日本隊打瘋了 再次輪到阿布的時候又打出了拳雷打 單局兩隻拳雷打創下了大會的紀錄 1対1同天 可惜在準決賽對上波多里格時 三次得點圈打擊機會都沒有見數 沒能幫助球隊獲勝 賽後阿布接受訪問時表示感到非常懊悔 並宣布從這次賽後自國家隊引退 回到球季後的阿布再度帶領的巨人隊 拿下第二度的賽季三連霸 年薪在2013年球季結束後 來到了六億日元的高薪 是該年度的最高 不帶一提 日值最高薪是今年的堅野自知 還有04年佐佐目主號的六億五千萬 然而作為球隊的主將又要擔任捕手 加上年齡的增長 逐漸讓阿布擋不住傷勢的影響 從2015年開始出賽速以及打席開始逐漸減少 並且從2016年起就沒有再蹲補 專往一壘和指定打擊 在新人背書的情況下 幾年下來阿布也退下了先發的陣容 但阿布還是維持著很好的身手 主要以代打為主 每年都還是能敲出10發以上的拳雷打 也在2017年打出了生涯的2000安 以及在2019年的生涯400轟 這位綜橫球場19年的名捕手 在年滿40歲這年的球季尾聲宣布引退 而整個球員生涯都不斷在寫紀錄的阿布 在引退賽這天當然也不犯過 球團為了感謝阿布這些年 在捕手位置上的付出 引退賽這天在相隔千日後 讓阿布再度戴上捕手面罩 再次以他最熟悉的第四棒捕手身份出賽 搭配的投手是在捕手時代最信任的後援投手 Mathison Mathison在受訪的時候說到 剛來到日本時完全沒有控球 如果不是阿布我不可能在日本投8年 完全展現了兩人的信賴感以及好交情 象徵性的蹲完一局後 當大家以為球團要讓阿布繼續蹲補的時候 巨人隊換上的投手是當時被巴頭的哲村拓一 也這次上演了暗號比半天後走上投手球 但這次沒有被巴頭了 阿布笑著和哲村握手 並且走下場拿起一雷手手套 你以為引退賽就這樣結束了嗎? 不 四局下新生代的巨人隊主將 版本勇人 打出一隻超前比數的拳雷打 有點世代交替的感覺 阿布在看到之後表示 我才是這場比賽的主角 緊跟著敲出了生涯的第406轟 十三、四百、六個目的封鎖 全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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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 阿姆神的助脚 贏退賽還有全雷打的演出 讓許多球迷是流下了眼淚 八局上阿布在全場的歡呼下退場 結束球員的例行賽生涯 可惜在巨人隊打進冠軍賽後被軟銀橫掃 免能在生涯最後一年再添一座日本藝獎盃 作為平成年間最偉大的球員之一 不管是在攻擊還是防守兩端的表現 都可以用完美來形容 原成德監督更直言 巨人隊85年的歷史中 他就是史上最強的捕手 相較於其他知名選手 阿布的球員生涯出了奪下MVP那年 比較沒有那種非常驚人的成績出現 但他總能以驚人的穩定性 讓場上的隊友以及球迷感到安心 他在日職球員和球迷的心目中 大概就是中職之語恰恰的概念 這邊還是要提一個小八卦 在球場上如此偉大的阿布 球場外還是抵擋不住女色的誘惑 曾在2012年間與女星小泉麻爺爆出婚外情 被週刊爆料阿布有幾次在賽前都會去找小泉優惠 導致無法專注在比賽上而造成打擊不振 消息傳出後甚至有人因此鬧離婚的傳聞 一度對阿布接任巨人隊監督的計畫造成危機 後來阿布否認這段關係 最後這件事就隨著時間而逐漸不受到大家的重視 阿布也沒有因此而離婚 今年結束球員生涯後 阿布將接下俄軍總教練的職務 也幾乎被認定之後將會是下一任巨人隊的監督 相信阿布在教練的生涯一定也能再創佳績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覺得不錯的幫我按個喜歡 小正是更多球員的也可以按下訂閱 就這樣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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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